詞曲 李宗盛 所以這書 所以重要的東西大概都在他的書上 講各位對聖靈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辦法看看他的製作 從製作裡面就了解他的修行方法 我們就依序這個墓墓 這個墓墓是這個禮拜才印出來的 各位看南外景先生祝宿 祝宿的那一部分 他的所有製作都在這裡 我簡單說明這些東西 各位有問題在其次來 倫宇別宰我們講過 另外孟子唐宗 孟子唐宗也是沒有講完 那個只要是講楊慧王那一天 因為南老師很會幹 所以他一天就可以持完一本書 所以這個孟子唐宗也是跟倫宇別宰同樣性質 就用歷史來襯托孟子 把孟子的歷史貼解 他自己的交代清楚 另外是老子他說 老子他當然就是講解道德經 道德經的詩 這個 因為老子是道家裡面最重要的一本 老莊老莊 研究道家的起源當然就是道德經 道德經當然有很多種說法 中國例如上基本上有兩派說法 道德經 一個是把它當作哲學思想來看 另外一派說法是把道德經 當作養生戀丹的觀點來看 這個是例如上兩派 當然一般學者的話 當然都是以學識觀點去自解道德經 除非你真的喜歡道家的煉丹室人 才比較喜歡去看道家自解的道德經 男老他介入這兩者之間 多少會談一點 他不是成學識的 不是成念當 但是兩邊都會多少會談到一點 所以老子他說也是 當年出來很有影響力 《易經》雜說 這個是男老師對《易經》的一些 包括細詞傳 他對《易經》的一些心得 但這個雜說 基本上沒有講到《易經》本文 是有關《易經》的一些論文、論點 所以他叫做雜說 因為男老師包座坦白講 六十四卦並沒有講完 他這個唯一的一本是商務運輸館王英武 找他找男老師寫《易經》 《古書經注》 這個男老師就是答應了 答應了王英武 寫到那個觀卦 他的學生就呆 說老師你這麼辛苦 我來代替你寫的 所以後面是他的學生寫的 他的學生就是 當時是讀那個中文系 師大中文系 博士班 他博士論文是《易經》的研究 所以當時請男老師當指導老師 博士班指導老師 所以喜慶廷後來就接著老師 因為男老師也是 他也是事情忙嘛 學生願意代曉 也就樂著讓學生去做 學生剛好是《易經》的博士班 所以商務運輸館王 那個是男老師寫到觀卦 前面是男老師寫的 後面是他的學生叫喜慶廷寫的 所以喜慶廷是我們台灣 第一個《易經》博士 是男老師指導的 所以喜慶廷現在當然很有名了 第一位《易經》博士 所以他等於跟我們中華民國《易經》博士 也做過理事長 男老師不沾這些人間團體的邊 基本上是不去沾這個 所以習慶廷後來的名氣很大 當然對《易經》可能後來的觀點 可能跟男老師的觀點不一樣 隨時隨便不講 總之是觀點不一 這個是講六十四卦 這個《雜說》完全是 藍老師對有關《易經》的一些論文的體會 所以叫做《雜說》 雖然是雜說 但是很有趣 因為他的詩都很有趣 可能性很高 所以很多人看了雜說 因為才想要去讀《易經》 因為看他寫得這麼有趣 《易經》雜說 所以這個消路也非常好 後來有出《易經》《細傳》別講 《細傳》就是《細詞傳》 《易經》總共有七篇論文 《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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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像我們講走傳,公陽傳,那個傳都是講解釋的意思 解釋春秋,因為春秋看不懂,所以要走傳,公陽傳,古良傳 那個傳五文都是當著字節來說 所以這個細詞的傳,解釋那個《易經》的細詞的一個傳 這個詩當然也賣得很好,反正他的詩都很好賣 下面是那個原本大學維言 大學維言事實上就是講大學了 大學就說是禮記裡面的一天 就當元知悉把那個禮記裡面的大學跟中庸 把它抽取出來 加上倫儀孟子變成詩書,影響中國幾百年 那個珠希的功勞 這個大學是禮記 所以禮記很重要 要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就要看禮記 所以禮記裡面的大學 我們為什麼叫原本呢 因為我們現在流行的大學是經過珠希改編的 珠希是很大膽的 如果說這個句子應該在這邊 那個句子應該在這邊 他把人調動 調來調去 認為這個 因為珠希名氣太大了 所以大家也照著他的 他的章句 照著他標點的章句 男老師不考慮珠希的調動 原來珠希沒有調動 那個本來就讀得通 給珠希調了以後讀不通 特別標明原本 中國例如上能夠講原本的 幾乎沒什麼能力 因為大家都受珠希的影響 因為珠希 珠希的師是 從珠希以後科級考試必考的教科師 標準本 讀書沒有敢違背珠希的 我所了解中國律上能夠提出原本的 男老師提出來了 但前面有人提出來了 前面提出來了是誰 王楊明 王楊明的認為要演文 王楊明不但忍珠希的 所以這個是解釋大學 這本書是我編的 因為這個詩 其實應該分兩本 但因為男老堅持要做一本 被上下策 其實 假如要知道現在編輯方法 可以分兩策 真正講到大學一策就夠了 上策就夠了 下策是 事實上只在講那個 等於一個中國文化發展史 至少俗家 至少可以說俗家的發展史 至少可以說俗家的發展史 延續大學那個精神 基本上應該可以把他 分成兩個不同的書類 因為這本男老很看重 因為認為 他那時候就是 在建金翁鐵路 他認為金翁鐵路是有形的鐵路 他要建造一個無形的路 無形的人 中國人走的路 所以特別重視這個大學維衍這本書 維衍就是維衍大義 因為男老師很客氣 意思我是呱啦呱啦啦 呱啦講的 莊主 莊主事實上分量很大 因為莊主裡面 男老師講內篇 因為莊主這本書裡面 學者把他考證 內篇、外篇、雜篇 分三篇 那一般 學世界認為內篇是莊主本人寫的 其他外篇、雜篇可能是 莊主的學生或其他人寫的 附在莊主後面的 真正莊主本人要內篇、七篇 所以這個莊主南法 就講其中的七篇 這個莊主跟禪宗很有關係 跟禪宗有互相匯通的地方 就是說 只要再講 因為佛教是外來的宗教 所以 佛教還沒有到中國來 我們中國本土的東西 我們中國很赤塵的東西 莊主就很接近 很接近中國人的人 至少在佛教裡面比較接近禪宗的 所以後來中國人 禪宗都很喜歡讀老莊 下面是南華語演講錄 這是2004到2006 這個是演講錄 這個是在 上海演講的 有邀請 在上海 對一般企業界的一個講話 下面一個 以國際跨越領導人談話 這個大概都 比較一般性的 其中比較有名就是 彼得聖吉 彼得聖吉 彼得聖吉這些人 他們帶領他的團隊 去上海找南老師 彼得聖吉知道 第五項修煉 第五項修煉 漫談中國文化 這個是 事實上是 南老師寫了各種書的序 有些 他自己的序 或者別人寫的書 他幫人家寫的序 跟中國文化有關係的 所以就把他 會編成一本書 老祖他說 蓄吉 這個是 蓄吉 就是那個 因為道德經 我一般 像老祖他說 當然是講道 那德方面 他不太講 所以有一次 所以有一次我在香港 跟老師講道羅經 怎麼只講一半 只講道 不講那個德 他說德 有時候牽涉到 下半部 下半部 牽涉到 宿 就認為說 心宿不正的人 被交換 教壞了別人 所以他不太講 我是跟老祖 建議 我說 不能這樣說 因為老祖道路經 道跟賭不能分開 只講道不講德 我說當然那個下策可能有流避 但是 好像刀子一樣 刀子可以殺你 不能說 世間上 就不能有刀子 刀子也可以當手術刀 水果刀 刀子不一定是殺你 他說你講的也有道理 後來就把下策 等於這個 他說蓄吉事實上就這樣 講道德經的下策 就是那個 有關德方面的 下面是 列子 遺說 所以他們很客氣 遺就是猜測 他也不敢說絕對是那樣 所以列子 也是研究道家裡面重要的人物 雖然這個 列子 學世界上說 他不是列宜客本人做的 因為列宜客是藏古時代 但是列子這本書是 魏晉南北朝才出現的 但是 男老師認為 即使不是列宜客本人 但是這個 列子這個書本身還是值得看 所以還是把他說 下面是 孟子與公生醜 書上就講孟子的一篇 所以他一篇就可以講一本書 前面是孟子唐刀是講楊慧王 所以這個下面是講公生醜 下面是新舊一代 新舊一代 新舊一代大概跟教育有關 這是老古出版社成立 第一本南老師的書 新舊一代 是他對教育所關心 因為對當時的南老師認為 都是一個親王不接 包括武士運動以後 整個那個 國學的傳統斷掉了 一般人沒辦法 沒辦法吸收古學 因為舊了一代 舊了一代都國學的基礎很好 各位不要看那個像胡士、梁啟超 他們國學底子都非常好 所以他們寫的白話文很有深度 現在人就不懂古文 然後寫白話文就真的是 真的很白 白到沒有內容 英海觀經長說 現在書面上的書都是一堆稻草 就是沒有營養 沒有營養的書 英海觀最喜歡講這個 所以新舊一代討入這個新舊的 關鍵的一個 時期 因為在南老師是 很推崇 民國以來推崇兩位 一個就是國務的前級 一個就是梁啟超前級 這是我們讀大學時代 他推崇說 我們要了解中國近代的發展 這兩個一定要看 下面等於歷史的經驗 這個是對國民黨的大陸工作會的一個講話 歷史的經驗 談古代的歷史 談古代的歷史來具體教訓 這本書也不錯 下面那個是 《佛教發展史,道教發展史,道教與歷史》 這兩個事實上是 事實上是兩篇文章 是當時那個 國民黨慶祝建國六十年的 一個紀念專輯 南老師 大概找南老師寫了兩篇文章 我覺得這個不錯 我就建議那個老鼓 把他吃丹心粉出來 這是很簡要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概況 中文化花園 中文化換言也是 他學的戲裡面 跟中文化有關了